鳳山美食帶入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議員 中益仲 今天要幫大家介紹的是我背後 這個我們鳳山的東辯門 是由我們當時的支線 吳少林支線 它在鳳山建了六座的城門 我們的東辯門便是其中的一座 最主要是因為它旁邊 它有一個東浮橋 那我們東辯門是目前 在六座裡面鳳山 碩果僅存的唯一的一座城門 所以這個橋還有這個城門 對鳳山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意義 各位好朋友有來到鳳山了 也歡迎大家能夠來這邊走一走參觀參觀 今天來到鳳山 我要特別為大家推薦一間237冰店 我先幫大家推薦我最喜歡吃的冰好不好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這一個 麵茶紅豆雪棉冰 它有曾經融獲我們高雄市十大奇兵的第三名 非常濃香的麵茶 然後這個紅豆非常的有口感 這個口味真的好好吃 大家有來這邊一定要嘗一嘗 它的每一款的冰淇淋裡面 它都是精心調製然後挑選各種不一樣的水果 或者是食物很好去做一頓調製 另外如果你不吃冰 你想要吃點點心的話 這邊也有松鼻 所以在這邊歡迎大家 鳳山美食代入成功